故事是嘎嘎精彩 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赞 抱拳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 周小斌郑助理和太子辉等人 在这个广东的东莞太子辉的太子酒店正喝酒吃饭呢 这边你看周小斌的电话也就没有电关机了 随后郑少东的电话也就响起了 正是郑少东的合伙人也是公海赌船的 这个赌王叫做连小超 连老板打来的电话 你看电话这么一接通 连小超说 郑少东啊 周公子跟你在一起了吗 说宅起了 这样 你让他接个电话 我有急事 说好 呃 宾公子 连老板找你 连小超 喂 连老板呢 周公子 晚上好 这边呢 你我之间没有刻的话 无话可说 就是说 你周公子让我办什么 我都给你办 这边呢 也是利于你周公子这个的银格魅力 以及你处事的方式和你的背景 然后呢 这样 今天晚上我的赌船 来了两个山西的老板 他们也是在这输钱了 这边呢 要求跟我拿一个一 提到你了 说让你做担保 你只要说一声 你是让我给拿 还是不给拿 就是不打手续都可以 白给他们都可以 就你一句话 因为你周小斌 值得我连小超去敬重 去交朋友 周小斌说这样 连老板呢 我两个山西的朋友 我根本就没有赌徒的这种朋友啊 他们在哪了 说在屋内了 我这边要让他们接电话吗 这样 你把电话给他俩 你看连小超从这个外边就进到屋内了 把电话就给了这个山西中美集团的董事长 叫做张小三 张小三当时接过来 说是周公子吗 这边连小超打个手势 你好啊 周公子呀 好久不见呐 周公子说你好 你是哪位呀 你是贵营多旺市呀 我是山西中美集团的 我叫张小三 张董事长啊 要是很久没见面了 你什么事情啊 张董事长瞅下连小抽 你没跟周公子说吗 这边当时张董事长说了 小斌呐 你看据我了解呀 你是不是在这个公海上有一个赌团 是你的 你是老板呀 这边也是为自己接下来借钱 打个铺垫 你看周小斌 也知道你要借钱的 这边连小超也说了 当时周小斌就说到了 而这样张董事长 你可给我打住了 众所周知的 我周小斌是不赌博的 我不但不赌博 我特别讨厌赌博的 所以说我不会去开赌船的 小斌呐 这一看小斌回觉得更狠呐 没有余地了 小斌呐 你先开玩笑 这呀 又套近乎了 说在这个三西 这边呐 我也是给你拿过煤矿的事吧 周小斌说 是的张董事长 你有什么事情你直说 张董事长心想 我不得做好铺垫吗 对不对 那个 要你见笑了 我这边呢 跟我一个三西的 也是一个朋友 没老板 今天晚上也是在 公海的赌船上了 这个老板叫做连小超 也是认识你的 然后呢 我们也提及到你了 说 要你做个担保 我们这边也 今天晚上带的不充裕 也是输了很多 你让这个连老板 给我们拿上一个亿 啊 你放心 这边呢 不要你白拿 以后到三西 我就给你 批下一个煤矿 这边周小斌 当时这一天 心想 这张董事长 在三西 中煤集团 也是挺好使的 他也是批煤矿的 而周小斌也是 包煤矿的 那么 但是一个亿 确实有点多 这样吧 我先答应他 让他借五千万吧 你看周小斌 也就说了 而这样 张董事长 你我也是 之前贡过事的 彼此也是了解的 但是吧 虽然这个公海赌船的 连老板林小超 是我的朋友 但毕竟赌船 不是我周小斌的 而最大的能力范围 也就是帮你借五千万 你看这样可以吗 这张小山这一天啊 说这个小斌啊 你看我刚刚也跟你说了 我们是两个人 这边那个 你玩到明天走着 不一定能够啊 这样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那个朋友 也是咱们三西 特别有名的 美矿 叫做同媒集团的 这个刚刚走马上映的 叫吴小平 吴董事长 你这样 我让他跟你通电话 你看 你方便 让林小超 给咱们拿一个亿吧 这边 这当时张小三 就告诉吴小平了 说吴总 这样 周公子电话 你接一下 啊 那个 还差五千万啊 已经答应 拿五千万了 好 老伟 你好啊 周公子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个三西 同媒集团的董事长 我叫吴小平 这边也是九阳你的大名了 然后呢 张董事长也说了 你周公子为音非常的厚道 所以说呢 只要你今天晚上 给我们俩拿上一个亿 你厚道 我们也厚道 张董事长已经答应你了 以后到三西 给你批一个煤矿 我呢 同媒集团 我也答应你 你随时到三西 我随时给你批一个煤矿 就哪怕是你明天去了 我明天 也得给你批一个 马上就下来 让你赚上几个亿 也是 我们是批煤矿的 你是包煤矿的 我们 共赢 共利 你看呢 这边 能否 给拿上一个亿 周小斌当时这一听 心想啊 就即使 我想在这个三西包煤矿 你们俩不口头协议 我也能拿下 但是今天口头协议了 呀 承诺 这一个亿 包两个煤矿 我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你以后想反悔 看我周小斌 怎么拿捏你们 啊 这样吧 既然两位董事长 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以后毕竟 也要到三西包煤矿 也还得仰仗你们二位呢 这样 把电话给这个连老板吧 说 行 那比较感谢周公子了 连老板你接一下吧 连小超接过来 周公子说到 你离开 你离开一点 我问你 他们今天晚上输了多少 啊 大约不到一个多小时 输了七八百万 这样吧 他们毕竟是三西的 啊 煤矿的董事长 你给他们拿上一个衣 也别让他们今天晚上握面子 也让他们玩个尽兴 然后那个账上 记在我的账上 那个连小超说 那个周公子 这样 你说话好使 记在我的账上 你不用 回绝了啊 怕茶以挂 你看 连小超 当时就给 这个 张小三 吴小平 拿了一个亿 这哥俩七十光荡 七十光荡 又 宰着大写身手呢 一个金书 虽然是这个董事长 但是他也冒汗 这边一直干到 第一天早上 你看咱们再把四九 转回到 周小斌这边 也是在这个酒桌上啊 当时郑少东也说了 说这个 这样 周公子 你看那个 这边呢 连小超 也是给你的面子 给你的朋友 拿上一个亿了 说明 也是在给我最大的面子 我以前 在这个连小超 或者是黄光玉 咱们杀 共事这个赌船上 虽然是面上 都是平起平坐 啊 这个 同样的分红 但是背地里 我还是抬不起头了 今天 你让我彻底抬起头了 就说连小超 敢 让你担保 而且不用还拿一个亿 说明了 周小斌就是我的面子 以后 我的面子 我的命 也就是我的面子的命 啊 像药口令似的 周小斌说 你别贫了 我们俩是永远的好朋友 这样巴巴 一干杯 你看 自己 就说 今天晚上 不醉不归 那么时间 很快 也就要来到 第二天早上 要各自奔波 自己的行程了 这个时候 你看周小斌 跟刘汉 还有这个孙华军 孙小军 在这个早上 八点左右 他们这一行 要从这个广东的 东莞 要到广州的 白云机场 飞往 这个四川 成都 雅安 去干那个千禧矿 吗 当时 盛窄的路上吧 还有八十多公里 此时 你看 周小斌的电话 也就响了 这么一看 公海赌船的 连老板 连小超 而连老板呢 周公子 这样 昨天晚上 你那两个朋友 现在这一宿啊 他们一共输了 1.9个亿 周公子这一听 一愣 怎么输那么多呀 玩的比较大 也比较猛 你看 这边 银 我是扣了 还是放了 你说句话 周公子当时这一听 输1.9个亿 对不对 本身1个亿 也是求爷爷 够奶奶 让我给接的 你这输1.9个亿 光我屁事 这样 你 你让他们俩 接个电话吧 这个时候 连小超说 你俩谁接电话 这边 你看 吴小平 把电话接过来 周公子 你可能跟 张小山 张董事长 是朋友 我们俩 也是素为 见面 凭水相逢 但是我相信以后 我们会成为 更好的朋友 就是说 建立在煤矿上的 也可以说 是更好的朋友 这边呢 我们俩 毕竟有这个 公职在身 这个事 也不能闹得太大 我们一时半会儿 也筹不上 1.9个亿 就明说了 这样吧 但是我们俩 各自都有权利 比如说 我吴小平 我不知道你周公子 现在在哪 干什么 你今天如果能到 这个山西太原 我这个同媒集团 我说的算 我马上给你 批一个煤矿 就是说 让你连赚五个亿 你连银 连这个机械都不用出 我希望 你跟连老板说一声 让我们先离开 我是有权利的 你是有实力的 我们共赢共利 这个能让你赚 五亿的煤矿 这边 当时周公子 也是开门 接三 我董事长 这个煤矿 在哪里 三西林坟 下边的香坟 也是我们 这个同媒煤矿 下边有一个 叫新塔煤矿 旁边 啊 行 这样 你把电话给连小超 这边 呃 连老板 你接一下吧 喂 周公子 你这样 我是做煤矿生意的 他们是批煤矿生意的 我接下来要跟他们做一个大单子 这样 连老板呢 你把这一点九个亿 记在我周小斌的杖子上 我之后会给你的 说这样 周公子 如果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希望我接下来说话 你不要反驳 你呢 周小斌 我叫你上周小斌 你做人做事 非常的权威 这边呢 我也是 祝你成一个大单子 这一点九亿 算在我的杖子上 你不要回绝 这样 挂了 啪啪这么一挂 就怕你回绝 记在我连小超的杖子上 为什么呢 你周公子 对我做到了 把这个公海赌船 这个千王 抽签的 也给整出来了 还把这个 死武艺给要回来了 就是我最大的朋友 所以说 这一点九个亿 我必须算在我连小窗的杖子上 我也是给你周小斌 足够的 这个回报 你看当时这么 周小斌这一看挂完电话了 就要给回过去 但是 连小超已经把 把电话给关机了 连小超随即 对这个张小三董事长 和吴小平董事长 也就说了 说你俩 今天 我可以让你们俩走 但是你们俩记住了 不论你们俩是哪里的公知姻缘 你们俩有多大的权利 也就是说 你们 也就是煤矿的权利 也管不到 我们公海赌船上的事 那么如果今天 不是周小斌说话 七千万我都不能让你们走 你们俩要知道 你们感恩的言 是周小斌 所以说 你们俩把电话记一下 这周小斌的电话 一定要记住了 要回报于赢家 这一点九个亿 算在周小斌的身上 也就是我连小超不要了 如果说 你们俩 不感激周小斌 我不 我不管你们俩是谁 这个杖 我要找你们俩算 行了 你们俩可以走了 来呀 送客 这边你看哥俩 这个虽然是董事长啊 也是灰溜溜的走了 当时也就回到这个 拱北的岸边了 这边 这么一看 这连小超说的话 也比较正确 随后着 吴小平 也是同梅集团的董事长 就把电话 打给了 要回这个 亚安 包千锡矿的 周小别 正宅 这个 要往去 这个白云机场的路上 你看 这边又接到 吴小平的电话了 而我董事长啊 这样 周公子 也是简单说两句 说我们俩 现在已经离开公海的赌船了 也是得利于你周小斌的面子 我们毕竟是公职姻缘 今天也有重要的会议 要回到这个山西太原 再一个呢 我这个吴小平啊 我为银 就是非常的 急迫于感激 对我 做到的银 这么 我也是感恩 给你包这个煤矿 价值五亿 能赚五亿的 你这样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今天 也飞往这个山西 临粉吧 然后呢 我马上安排我的手下 因为我今天 不能跟你见面 但是 我的手下可以跟你见面 马上给你安排这个 能赚五亿的煤矿 你看你有时间吗 周小斌这一听 踏破铁鞋 无腻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啊 这么巧啊 我董事长 我今天也要 去到这个山西 我大约是在下午一两点钟 能到达你们山西太原的 武术机场 这边也就是说 从广州这个白云机场 到这个太原的武术机场 大约是不到三个小时 然后这边正往这个白云机场赶呢 这个时候 你看 吴董事长也说了 说行 这样 我让我下边的新塔集团的 这个煤矿老板 叫做张佩亮 马上就给你打电话 啊 在机场接应你 啊 啪嚓这么一挂 你看此时 周小斌他们也就接近了白云机场 这个时候 告诉刘汉 呃 这样 孙华君 孙小君 先回到这个亚安这边 或者是成都 去修养这个丧事 刘汉呢 你随我去到这个山西 这个临粉 我可以 这边改机票 巴巴 也就 往这个 山西 临粉飞了 这么 到飞机上以后 你看电话就要关机了 此时呢 这个 山西临粉下边有个香坟的 叫做新塔 煤矿的老板 这个 张佩亮 给周公子打死了个电话 也没接着啊 当时就在这个机场等着 在下午 这个两点四十八分钟 是打通了周公子的电话 说这个 周公子你好 我是这个 临粉下边这个香坟 下边这个新塔 这个国营煤矿的 这个 总经理 我叫张佩亮 说也是我们的董事长 吴小平 让我在这个机场接应你 您 下机了吗 说这边下机了 怎么怎么在哪 一看就给接招了 当时 这张佩亮 开了八辆 这个大奔驰 气场非常的足 这周小平这一看 不必这样啊 说这样 你是我们 这个吴董事长的贵客 必须我们 以这种方式来接待你们 也是我们 三西营的牌面 夸夸 你看上车了 说这个 周公子 这样 你看你们俩 也是长途跋涉 赶了三个小时的飞机了 如果说 累了 您就休息 如果说还可以的话 我陪您 聊会天 周公子说这样 我们聊会天吧 说 现在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我们现在往这个林坟去 然后呢 在林坟 也准备了大酒店 也准备了盛宴 给你们接风洗尘 周公子当时说 你张老板 也不用这么客气 也不用这么 麻烦 我也是听你们吴董事长说 这价值五亿的 这个煤矿 我非常的好奇 也是开门见三吧 咱们就往这个煤矿去吧 我要去考察考察 说可以 那周公子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 我晚上给你们安排盛宴 现在我们就往这个林坟下边厢房 有一个厢坟 有一个 这个叫新塔 这个煤矿 去 但是 周公子 新塔煤矿 是国营的 你们去了 你们就知道 这国营的虽然是包不了 私银的 但是 在边上 还有其他的 这种煤矿 随我去吧 巴巴巴 你看 在这晚上 五六点钟 也就到达了 这个煤矿 当时 这一考察呀 说这个新塔煤矿 确实挺大 挺气派 但是这个张老板 张培亮也说了 说在旁边了 这旁边的空地上 就是说你们可以随便的开采 我们也赋予你们权利 这边呢 周公子 也就是说 你们是我们吴老板的贵客 这边呢 你们都不用出银 也不用出机器 就是我们全权给你们出了 然后你们就等着坐等收钱 你看这个怎么样 周公子当时 这一看 这可以啊 跟刘翰就搁着考察 这边呢 张培亮 也是稍微 跟这个周公子刘翰 私配一下 说我这边 晚上还有个小会议 然后那个 你们俩先考察 有什么事情 马上给我打电话 或者给咱们 吴董事长打电话 都可以 说好吧 你先去忙吧 巴巴 你看张培亮 也就去开会了 这个时候 周公子和刘翰 这么一看 这确实不错 啊 好 正在这考察的时候 来了三辆白色的丰田霸道 哗哗 挺过来了 当时 这下来能有五六个人啊 这边周公子 他们当时考察完事了 也在这个奔驰车里坐着 这一瞅 这下来五六个人 也像周公子跟刘翰一样 给这现场白货呢 考察这煤矿 啊 这那这那 啊 我们要开采车啊 啊 这机械怎么怎么回事 这当时周公子 他们把车窗都摇开了 都听见了 刘翰当时说 冰公子 我哥 这什么意思呀 这五董事长 不会是说 一个娘们 找了两个婆家吧 周公子说 听他们说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 我们下车去问他 说这个 别别 毕竟啊 对方淫太多了 别造成误会了 冰公子 你这样 你给五董事长打个电话 问个究竟 啊 他 毕竟 你也是对他有恩的 他欠你印象 他 不敢不说实话 啊 行 我给他打个电话 给五董事长一打电话呀 五董事长当时支吾吾的 周小斌就要激眼了 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啊 说这个 咱们下集 见吧 嘎嘎 精彩